我一直想拍一個跟愛情有關的電影 那就是探討一下愛情 對愛情有一些想法 除了愛情是核心之外 也希望說可以有一些議題在裡面 我想再服務所上班 請如何給我一個機會 小玉這個角色就是一個想改變過往的生活 然後想要讓自己一步一步的往正常人生活去邁進的一個角色 在這途中遇到了愛情 我看過柯振東好幾個作品 我覺得他是一個除了聰明還是很用心的年輕演員 我也覺得我當時的自覺是對的 我們應該很錯的 我要怎麼拉出局 其實我跟康哥李康誠第一次合作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 這次只有一場戲但也很珍惜 壓力滿大的 但我覺得滿好玩的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是完全不同風格的演員 一個就是要隨時靈機應變 一個另外就是要順著自己對角色的理解去跟他做互動 你們不用去農地看一下嗎 要 當然要 柯振東的表演方式非常靈活 那柯振東夾在兩個中間 好像把整個東西組織起來 其實感覺還滿精彩的 心結應該有點像鳥類吧 他就是觀察力很敏銳 然後其實也滿敏感的 可是他可以很感知到這首演員的狀態跟什麼什麼 就是他可能就像鳥類 歌犀牛吧 慢慢的慢慢的 演戲的時候突然又很有爆發力 我覺得我看到的小魚是一隻海豚 我總是能在牠的眼睛裡面看到一種很深的善良 我覺得這也是陳志平對這個小魚的心動的一個很重要的評分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他們都還滿投入這個劇本的 對於角色來講 對於故事的演藝來講 其實都有很大幫助這樣 其實這三位我們都開玩笑就是騎著金馬過來的演員 你刺這是鱷魚齁 是龍啊 先沒有敷完 所以缺腳 不應該吃乾抽 基地演員 有很歇High なので 對